今天要来介绍一位听障越野机车玩家 黄培伟 他玩车追求刺激的过程当中 绝对不会逞强 也不会飙车 而且还从中学会了更专注 其实热爱运动的他 还是个跆拳道高手哦 2009年台北听障奥运 一举踢下了一面银排 透过他的经验 他想要告诉年轻的听障朋友 正确的运动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 鸡头坡再飞越 黄培伟一气呵成 你要去挑战自己的尽赏 因为有的人看到这个坡 想说我一定会甩扯的 但是不会 你要记住够 胆子又大 就可以轻松地上来 不怕各种障碍地形 不是黄培伟意高人胆大 而是他知道玩车的真正技巧 骑车上面不是一定要很专注 不能有差错 一旦有差错 不是会甩扯这样 所以你要比一般人更专注 不只全新贯注 知道自己听力不好 黄培伟更重视骑车安全 防震衣 护具 安全备备 一样都没有少 而他更不会血气方刚 玩车的自高指导原则 就是不逞强 不标速 他骑车其实不是 不会像一般这样路上乱飙 我们在公路上是不会这样乱骑的 我们知道在这种地方 没有人的地方 才会做安全 做事准备 才会去玩车 我觉得才是这种对车子的热情 黄培伟玩车的态度 车友大力肯定 每次玩车不光交流其数 连车子有问题也找他解决 他的改变就是会让我 去玩车的当中的乐趣 然后跟饭 然后也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爱运动的黄培伟 其实还是个跆拳道高手 算最初练跆拳道是为了减重 没想到让他可以为国争光 2009年台北听奥一举踢下一面银牌 现在他是听奥重点培训选手 朝争取下届听奥金牌努力 而领大的听奥奖金 他也做了妥善的规划 帮忙负担家中债务 还让他买下升平第一台越野机车 我还是会以台诊为主 然后这越野车的东西 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休闲 然后进去这样 从听到跆拳小子到越野车玩家 不受限听力 黄培伟用运动写下不一样的人声 记者陈秀林王兴忠台中报道 根据特殊教育法的规定 一个县市至少要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而目前全国只剩下台东和南投没有 不过在这个学期 台东县争取了20年的特殊教育学校 终于顺利招生开学了 但是因为校区还在兴建当中 所以是暂时借用了一所国中的教室来上课 而今年招收了19名的国中和高级部的学生 期盼20年的台东县特殊学校 这学期顺利开学 学生们很高兴终于能到学校上学 但他们的教室是借来的 因为新的校舍要到102年才能完工 由于借来的教室 空间不足 这学期只招收国中部和高职部各一班 各15名重重度障碍学生 其中高职部额满功夫应求 但国中部只来了4名学生 其他的国中生家长还在观望 暂时待在花莲骑士学校就读 不过台东县总算有学校 可以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上学 家长们也松了一口气 还有一些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孩子 才需要再进入这个地方 但是我觉得至少让我们就是圆了这个 正在兴建中的台东县特殊学校有两公顷大 就有一千多人 密度是全国最高 家长们向政府争取了20年 今年终于叛到了特殊学校开学 未来家长们更期盼 政府能对这所迟来的特殊学校 投入更多的关怀 记者张敏哲台东报导 再来关心为了要防止艾滋器官物质事件重演 卫生署决议包括以后艾滋病检验报告 必须要列为优先报告项目 还有未来一个月台大医院所有的器权移植 都要送卫生署逐案来进行审查 另外台大也决定要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前的沟通用语 也要从过去的英文改成中文 为防堵艾滋器捐事件再度发生 卫生署专案小组在8月31号下午 到台大医院突击检查器官移植作业流程 会后专案小组委员做出决议 未来器官捐赠重大检验报告 必须把艾滋病列为第一个报告项目 应该要把这个HIV列为第一项 那么同时一旦验出阳性 在这个旁边要加注 那么不得作为器官移植使用 卫生署表示台大医院标准作业程序大多已进行修正 例如电话联系时 已经将艾滋病HIV检验结果 改用中文阴性阳性取代英文 而且检验结果要由移植医师做最后确认 而为了兼顾其他移植病患权益 台大医院还是可以进行移植业务 但未来一个月内 所有器权移植必须采逐案审查 而就在台大医院交出检讨报告的同时 器权小组召集人柯文哲已经请辞获准 这个初步的报告 柯文哲一直有协助来把它完成 在这之后呢 因为他觉得他要配合调查 那也希望说他最近压力很大 希望让他稍微有点休息的机会 台大医院表示 已经指派心脏外科医师周乃宽 解体柯文哲负责领导器官移植团队 至于外传台大两名受赠者 也和成大换新病患一样 验出艾滋抗体阳性反应 卫生署强调 现在验出来的应该是捐赠器官的抗体 还要再追踪三到六个月 才能确定是否遭到感染 记者来许美秋夫才台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陈连桥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24小时便利商店名利 民众购物便利许多 手语的结构是 24小时商店设立 见多民众买方便 便利商店的手语 我们要先在手腕上比出24小时 之后再加上商店的手语 这样就是便利商店的笔法 24小时便利商店零利 民众购物便利许多